各位進到簡報第61A 我們要來玩這個L-E點矩陣 那這個應該是我花比較多時間玩的 因為其實我們設計本就會想要玩一些動畫 它這個L-E點矩陣你拿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它有幾顆燈 總共有64顆 64顆齁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只有1顆嗎 L-E點矩陣嗎 那這個有64顆 不過你在接的時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等一下我們要接在上面還是接在下面 接在下面這個有黑色晶片這種 上面這個是串接用的 所以其實你看我們學校裡面那種 包括長條狀的那種L-E點矩陣 還是那種四四方方外面的 它們都是這樣站一個模組 都是一個模組 那就串接串接串接 目前Webduno是不支援串接的 因為這個 一個 有它供電 可是兩個它供電量就不足 所以 可以串接 但是Webduno不支援 它只能透過什麼 裝置之間的什麼 就是串聯 我們後面有機會跟各位介紹串聯 那所以等一下線是要接在這一邊 那你把這個拿上來的話 有沒有看到上面也有印那個 電路板上有腳位的名稱 對不對 好這裡有印 所以我們這個呢 需要用到五支公公的杜邦線 待會我們會搭配我們的麵包板 當然你說我直接把線接在這邊可不可以 不過呢我通常會讓大家比較容易做 因為這樣是不是直接插進去就好了 對不對 這五根腳這樣插進去就剛好啦 那一樣的如果你覺得這好像不好插 你就換別的孔 換上面換下面都可以 你就留一個空間 像這樣子 你覺得 找到你比較容易 把那個 插進去的 好這樣有沒有這樣就好了 把它放進去就可以了 所以 它這個其實就是已經有留那個位置了 你像這樣子放進去 那你要留意一下 就是後面這裡會有點尖尖的 所以你的手要小心一下 不然有時候你太大力 結果不是插不下去 是手直接插破的 這個地方 好然後再來就麻煩各位 拿五條公公的杜邦線出來 公公的杜邦線 公對公的 你盡量挑不同顏色 因為這樣的話 你待會兒在辨識的時候 你會比較容易 判斷出來 這個是哪一條 這是哪一條 這樣子 那我就照著這個上面 接上去就好 你先插 反正我們剛剛杜邦線 那個麵包法的概念 有跟各位介紹過了 你就插上去 其實如果練習的時候 我通常會把這個線放前面 但是如果你實際在做的時候 我通常會把線放後面 為什麼 因為我如果線在前面 是線會擋到那個圖案 對所以我平常如果 要做作品 我會把線放後面 但是你們這樣在看的時候 會比較好看 我們練習的時候 這樣看會比較好看 那麼各位還是養成習慣 盡量把那個杜邦線的亮面 朝同一邊 盡量朝前面 這樣萬一以後 真的有需要用到 山用電表的時候 就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 我現在這樣就接好了 盡量讓每一條都是不同的顏色 到時候在對這個線的時候 比較容易對 現在是板子上這邊接好了 那我現在呢 現在就來這邊 其實你們在接的時候 你也可以把這個拿下來 你先把這個插好 我再接上來 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我剛剛這樣說 有時候 手比較粗有沒有 你可能要插那個線 就會被後面這裡卡到的 所以你就可以先拿下來 然後呢 我現在對好了 我再把它插進去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這樣的話 你可能在用 在接的時候會比較容易 接著呢 我就把它 這一條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簡報囉 我們接的方法 我這裡 簡報這裡有接線圖 其實接的方式呢 腳位我有寫在上面 有沒有 VCC就是五福特 因為這個 它就一定要接到 電源 因為我們剛剛 LE燈 一顆的話 是怎麼樣 一顆 電量不多 所以你就直接接 沒有接到電源 可是這個它就需要 有外電源去驅動它 那GND 那你就接GND 接下來就 14 12 13 你知道嗎 至於說 是不是一定要用14 12 13 不一定 那也可以用別的 也可以用別的 因為我這邊 其實我們簡報裡面 我還有搭配 風靈器 風靈器 我們剛剛風靈器 不是練05嗎 對不對 還一個接GND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如果要再接 風靈器的時候 待會再來接 現在先暫時 不用沒關係 好 所以我現在 就從這邊 好 第一條 你就一根一根的 來看 第一條 我的第一條 是這個紅色的 這是接VCC 所以我就接到 開發板上的VCC 好 第一條解決了 第二條 我的第二條 是黑色的 GND 好 我就接到另外一邊 板子上另外一邊的 GND 第三條 就是14 我的是橘色的 橘色的 我接到這邊的14 第四條 我的是藍色的 我接到12 最後一條 最後一條 我的是灰色的 我接到13 這樣有沒有全部接起來了 還是 強調一下 就盡量讓亮面朝同一邊 好 這樣以後再檢查 相對比較容易 如果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你就可以把你的電源接上去囉 那麼接上去之後呢 可能會有兩種情形 一種就是 全部都亮 就這個64顆全部都亮 一種呢 什麼事情也沒發生 但是兩個都是 是對的 因為這個元件 它一定要怎麼樣 它一定要就是 有接電源 你如果是插著電 去插這些線 就會有問題 現在我接上去之後 我的是全亮 那現在呢 我們先來試看看喔 怎麼樣讓它可以用 就是你要讓它會笑 好嗎 會笑就可以了 來 我們來找 這裡 剛剛這個我就不要囉 丟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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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留 風明器 不留也沒關係啦 那要做的時候再加進來也可以 好 現在我之後 開發板 那你找一下 它是主要會發光的 有沒有 LED點擊症 發光的裡面 LED點擊症 第一個先拿出來 你要告訴人家 你的腳位接在哪裡 14 12 13 好 接好之後 第二個機目再拿出來 要讓它顯示圖案 這樣就好啦 現在我們馬上就測試一下囉 如果你的會笑了 有沒有看到它笑了 那就恭喜你 可以啦 如果不會笑的 不要懷疑 可能是你的硬體 或是軟體有色錯 這樣比較簡單 好 所以你先確認一下 你們家的心情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好像你一顆綠色的燈也亮起來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用的這個腳位裡面 有沒有一個有毛毛蟲的 哪一個是有毛毛蟲的 是不是13 因為13 就是控制那個三色油的綠色 那你們了解我 因為我跟它共用 你如果不是用那個有毛毛蟲的 三色油的燈就不會亮 這樣清楚嗎 你看我們簡報裡面 上面 那個 認識Smart這邊 在這裡 有沒有 3色油的燈 12就是綠色的 13就是藍色的 所以剛剛啟動的時候 其實它就有用到綠色的這個腳位 我們不是14、12、13嗎 是用那兩個 它就更著亮起來了 所以這個是因為這樣 所以如果你避開這兩個 那個根就不會亮